畫面中可以看到 紅色照車 跌路邊波 車體疑似還因為撞擊整個變形 那比較緊急的是裡面 還有駕駛乘客受困 因此可以看到警銷到場 是緊急出動機具救援 要協力把人救出來 代替那位現場訪問 他叫他撤風打滑 撤風打滑一個拼下來 他那樣的感情是那個一個阿兵哥 那個阿兵哥第一時間跟著在後面 然後這車子在打滑的時候 他跟著在後面 結果他掉下來以後 他馬上跑來求救 好那是可以聽到 幸好當時是有人員 及時來救助求救 那受困人員 也在將近40分鐘後 成功來救了出來 那麼這事發就在24號 早上10點多 原來當時 少姓男子開車行進 台南新化區國道3號 347公里處 疑似是適逢颱風天 竟然一個不注意失控 從大約5公尺的橋上墜落 那麼警銷火爆到場救援呢 還好車內的駕駛 以及他13歲的女兒 意識都清楚 送醫後沒有大礙 至於什麼原因導致這個事故來發生 也還有待進步離清